我现在讲一个大家可能都不太喜欢听的我的观点 我认为就是14亿人可能将不能再进入美国了 那你不是说大家可能会砸我了 觉得是说威人耸听 大家听完我说的看看有道理没道理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正在准备禁止中共党员及时家属 估计价在两亿七千万之三亿人禁止他们签证去美国 好了大家如果这件事情你认可的话 那我告诉你那将是14亿人都将不能进入美国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禁止了中共党图及时官员 军队国有企业这帮人都不能进入美国的话 他会让你这个普通屁民去美国吗 也就是说只要美国禁止中共党员进入美国 中国就一定会禁止所有的人民不能再去美国 跟美国对抗到底 那也就是从此就像一个柏林墙建在了中美之间 甚至建在了更多国家之间 因为跟随美国的国家会很多 至少五眼联盟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英国肯定会追随 所以大家如果要移民要跑路 要出国的赶紧啊 不是维言耸听 你看看1949年以后你能去香港吗 1949年以后你能够去美国吗 这可能一个隔断就是若干年 甚至若干十年 这不是维言耸听 也就是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假如中共的党徒不能去美国 他绝对不会让你的普通老百姓去 这个就是我的逻辑了